大家好 欢迎收看摄影独龙传 我是刀文哲 我是Brian 未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我们DCviva频道 当然要按一下钟仔 那就可以第一时间和我一起谈有趣的摄影话题 讲起有趣的摄影话题 最近我收到一些朋友过来的讯息说Milota出了一套扭蛋 你的朋友也很新校 因为这套扭蛋我去年已经买了 二三年了 这么久了吗 也挺久了 怎样都好 现在就流行 我觉得也不是的 不过我有留意到近日香港容易运回 因为当初我买的时候 我觉得香港很难找 甚至乎我叫朋友去日本帮我扭 他又忘了扭 这样的 是去年没死 我觉得其实为什么会现在讲起 这套Milota扭蛋 应该是因为我喜欢的Pentex 他现在就起来 所以就大毒到你的品牌 你会不会太牵强 一人得到鸡串都升天 你太过分了 明明想售分得的时候 你就败了Milota 我一向都是潮人 我觉得自己玩相机方面 你刚好分得最近有部机出 是的 你明明我上次都说 用了十九年 十几年了 终于威返时 有人抢一部机 老怀安慰 老怀安慰 然后今集我们又说回 当初大家都知道 是的 我们都清充岁月 刚刚拍照的时候 这两个品牌 你就是品德和Milota 跟大家一起回忆一下 第一我真的想知道 因为我自己对Milota的认识很深 我想知道 为什么你会选了Milota 这个品牌 我想很多人 刚刚学拍照 都会和我当初一样 总之 因为想玩拍照 但什么都不懂 找找身边有什么朋友 玩拍照 问一下意见 我那个年代 真的身边很少朋友 玩拍照 不像现在 你身边已经有五六七八 九十个朋友 玩拍照 我问那位朋友 我家里想买相机 但是你知道 刚刚玩 又不会捨得给很多钱 我明白了 因为便宜 都可以这么说 其实Milota 也挺帮玩的 就是加粘物味 最终当然买了第一部Milota 然后也很理所当然地 慢慢玩玩玩玩 就爱上了这个品牌 因为它便宜容易入手 但是它的质素又可以 我认真说 我想大部分人 刚刚初学的时候 无论给你什么品牌 只要你觉得好玩 你也会外向那个品牌 不要管它是不是真的 价廉物味 当然 我觉得 这个品牌是价廉物味 但是 我买那个型号 我觉得不算 你买什么型号 第一部Milota X78 可以具体一点 那是什么把炮功能 其实 是一部全手动的机种 手动对照 但是全手动又不是 它有P模式曝光 即是那些过度性的机种 即是现代少少的 飞机 但未至于 是 不入电不可以 那些 但是有来自拆光 但是对焦 光圈 都要自己手交 即是交机身那些 金属的 金属 是 因为它有一部 再low end 叫X300 还有中间有一部 叫X500 总之 700是最高的 等级 如果用现在 例如大家熟知的型号 它是属于什么等级 其实很容易认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Sony 其实是买了Milota的技术 有部份东西 它都继承了Milota 就是 Alpha Alpha 连个数字都是 X700 你可以想到 相当于现在的Alpha7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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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是属于 可以带到专业级的水准 我自己觉得 不是 不过 那个年代 Milota 也不是很专业的机种 其实 当我玩摄影的时候 真是专业摄影师 多数都是用Canon 和Bitcoin 是 一定是这两大搬牌 是 但当时你拿了相机来做什么 那段时间 我去了外国 我去了一段时间 我爸爸跟我说 不如你拍照 我突然买了相机 然后突然买了相机 当时你的家很富有 不是 没有什么人败家 我也想是这样的原因 就是 顺手学了拍照 其实是买了相机才学 也很正常的 不是为了学拍照而买相机 我是反过去 因为有新玩具 所以学一下如何使用新玩具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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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我学车 我学了车才会买车 只是这么说 但是你自己是宾德 你为什么买一部宾德 真的离不开过一个字 便宜 我以为是窮 学生时代开始用 当然是因为 我也是学生年代 学生一定穷 但是便宜真的很重要 但是你是为了学拍照而买的 你不像我的条换 我买了一部相机 然后有部相机 然后拿了学拍照 是的 其实也是数码相机年代 我觉得是 怎么说 看不出数码相机年代 看不出你的年纪 是一个迷 因为其实我第一部的Pentex 或者我第一部正式自己的相机 真的是一部Pentex 它是一部数码相机 也很早年代 我忘记了 GS330 即是那些DC仔 其实我觉得不算我进入一个系统 我只是开始玩 但是正式进入 是第一部Pentex的K18D 都已经数码单翻了 是600万像素 是 那部Pentex的 其实真的 也很便宜 而且在网上 那时候才有得上网 是 那网上的评价 也说它是挺好的 因为那年代 大家都是600万像素 左右 但是它好像说 色水 或者确实 K18D 让我回想起 那时候我已经入了行 就是试相机 是啊 你是老前辈 你都没得便宝 没得便宝 那我是这个年纪 为什么我那么记得这部机 我拍Dada Chan Dada Chan Dada Chan Dada Chan也是我老前辈 它还未成名 还是接近影会 那些模特 Dada Chan 你也不弱 我唯一一次机会拍到它 但是我对它印象很深刻 很好 而且那部机器 给我的印象也很好 因为我拍出来的照片 那部就是用Pentex 是呀 拍出来的照片 立体感是很强的 好像看照片 好像Dada在我面前 可以摘它面图灯 就是不用大立体 超看也好 是啊 是啊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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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这个说法 其实 说Sharp 它也ok的 就是以六百万像数来说 就是不断说六百万像数 那其实 当然 现在的六百万像数 你连4K画面都赚不爆 是 是 其实是很弱的 是 但是在当年来说 已经是最高了 是 但是 原来呢 当我进入了Pentex的世界之后 我发现到 它有很多 很无合世界那种 就是刚好我有学生年代 就是 你就会有一种 好像很有 怎么说 很有故事性 是 例如它那些三公主 是 你会觉得 很想 将那三公主涌入怀里面 是呀 我也是拿一支77去拍打打 77 是呀 是呀 我之又是很传奇 还要说 那支镜身 那颗点 它有名的 就是 有一颗点 是表示它中间位 即是入口的位 它那颗点 不是普通胶 它叫做七宝燒 哇 这么厉害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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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镜身 再加上 日本传统手艺七宝燒 即是 其实现在那些景太蓝 是 有名字 我觉得很有诚意 其实也是 有时候你玩相机 尤其是器材上 如果多些这些 你会觉得更好 是呀 尤其是我觉得 用相机的时候 它的工艺感 是很重要的 那不如 说到这里 我们也说一下 我们刚刚就喜欢这个品牌 玩到中间 现在你也没有办法继续用它 因为两个品牌 表谈不存在 是呀 没错 宾德 应该没有什么器材 适合你现在的工作 宾德 继续宾德 即是很宾德 是的 那么多年来 有哪一两件器材 即是他们出过 你是最想用的 或者曾经拥有 是最喜欢的 我自己先 那我到现在也仍然保持着 即是如果有看我们的节目 我常常提起 那部Pentex的K10D 是的 是我到现在也很保持着 你问我会卖其他器材 可能我都会保持着 这部器材 因为当年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看着这部器材 它是我的Dream机 这么厉害 是的 它的颜色很简单 1千万像素 是 是一部Pentex当年最高级的机器 卖的价钱好像都要一万元 当然我买回来的时候不用了 因为已经是过气才买的 1000万像素是CCD 当年APS-C的CCD其实在那个位置已经止步了 你这样说回来应该没玩过斌德的飞龙机器 你以为了 因为后期我就有回来 即是有回来的 哪一部呢 例如MZ-S 我玩的飞龙机是MZ-50 那部比较入门 而全手动机我反而玩了RICO RICO XR500 因为两个系统其实是通用的 我真的不知道 怎会啊 你这些老子伴 我没有留意 我原来这么说 是啊 但是这么说 其实那时候这部 K10D 我 是 怎么说呢 买回来之后 其实是贪用它 是可以用了很多不同的镜头 譬如 Vivita Vivita 威大 就是RICO的镜头 当然Pentex本身 其实这几间厂 Cuzina也是 也有出PKMAR的镜头 我不是说粗口 它真的叫PKMAR 是的 那它的镜头全部都很便宜 当然 还有几个级数 Pentex是最贵的 已经 但是都是说几百元一支手动的定焦镜 我要你说的 FA那些 FA那些都不贵的 其实我其实就很喜欢那些镜头 那时候刚刚入行做助手的时候 我已经是每天都是用它作为我目标 我希望可以买到它 但是公司当时的公司是用Canon的 很正常 刚才他也说了 在职业上都是当年 在我玩菲林年代的年代 开始是Canon和Nikon都不断 是的 所以当我真的买了这部K10G回来 就是拥有了这个画质革命之后 我从来没有用它来开工 没拿过它 只是拿上手摸一下 是的 那你呢 你那个全家之宝呢 我的历程就真的长很多了 先说一听 有时间给你 刚才也说了 我最早买的时候 你都应该和你的时代相差很多 那我那时候 我也后悔你了 其实真的有30年前了 是的 那就是一部手动机 那时候 我第一次是买第一部手动机 因为我需要吸收的摄影的知识 真的帮到我很多 因为我还记得 我头两至三桶 两桶左右 是一张正常的照片都发不出来 头两桶照片 是的 那真的要当时要吸收很多的摄影知识 才能拍到一张合理的照片 然后呢 也过了一段很长时间 也不是很长的 还是读书的年代 那时候已经进入了AF的年代 即是菲林的AF相机 当时 Minota出了一部 我觉得很革命性的 叫做6 又革命性 当年是否很流行革命 每一部都很革命性 这部呢 即是以AF的菲林相机来说 算是革命性 因为现在很多机 都有它的影子 是什么革命性 就是600SI 600SI没印象 是的 当年Minota的相机 其实认真说 每部都很革命性 是的 我也说了 但是那时候 那些新机 很电子化 即是你会觉得很前卫 很电子 零零射射射 去到600SI 就玩少少复古样的 当然不像现在那些 那么复古 但它就玩用Dial 即是以前 再早些那些是按键 什么功能都是按键 是的 那600SI 就有一个大型的转盘 就有PSM Mode 哦 是的 但是功能上呢 其实呢 刚才也提过 就是Minota 它是用数字去代表它吸数 六字头 其实是一些中价位的机 是的 所以其实它功能上 A6400那些 功能上它不算特别厉害 但是它在操作上面 就会比较方便一些 所以由XL 由它之后 就很多新的相机 打厚的相机 用回用Dial 即是ModeDial 即是PasmDial 即是PASM 是的 其实就是由Dialnix Dialn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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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后来 其实这部 我是第一部 AF的相机 但是是我朋友二手买 放给我的 即是因为我都真的是 狂学生 是的 但是呢 那个年代开始 我就开始疯狂了 那为什么呢 狂学生 有狂学生 变了狂学生 应该是我刚刚毕业前后的时间 那时候已经有信用卡 为什么这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 开始可以分期 因为再之前 是一定要 总之你有那块钱 你才能买到 无论镜头 但是呢 可以分期之后 我就开始买回 那些靓镜 那些 G镜 那些年代 我知道了 这个狂是 即是疯狂还钱 其实 都不可以这么说 因为你是分期 即是其实 譬如那时候 一支 八十二百 二点八 我记得应该 八千多元 那时候 那时候八千多元 你说的是 起码二十年前 对 那你可以想象 等于现在两万多元 是的 好意思 叫自己穷学生 不是 那是因为可以分期 即是 我分十二期 那时候 那时候没有说 二十四三十六 即是分十二期 那每个月 给几百元 其实都 勉强还给得起 亦都是因为这样 那我就 算是 存了钱 因为我买了器材 那我给了出来的钱 其实我买出去 都值七折 那又用了 而且有器材用了 那我就开始 有一些漂亮的器材 那后来 这部 就正是 我人生里面 一部 我觉得是 它完全照我的思想 去出的一部 就是我的想法 哇 就是你的幻想 终于成真 是的 真的是我的幻想 成真的一部 你幻想过什么呢 灵笼浮处 很简单 那时候 那个年代 我都是在想 什么功能 达什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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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品牌 有它自己的一些 独特功能 例如当年的Nikon 出名是闪光灯 那它就会 神灯 有一个 叫做距离的数据 计算下去 是的 是Nikon做的 我想知道你的Milota 就是Nikon 那我当然 你想说 Milota 会不会出部 机油这个系统呢 接着呢 还有的就是 多区对照 因为以前 那个年代 可能只有一区 或者最多是三个区 就是这样 画面中间 三区 对 还有左右的两点 其实是弯一点 对不对 有已经很棒了 但是呢 在Canon 已经出了一些 五区以上的 还要分布得宽一点 那时候 还有 我最喜欢的 Milota 当时最喜欢 就是它的十四区 拆光 十四区 已经很厉害 那时候 对 最后 它就出了一部 Dialis 7 有齐这三个 Dialis 7 是九区对照 一个田字形 九区对照 十四区拆光 再加上 闪光灯有距离 这部 我希望有这部 它就出了一部 就是你需要的功能 是 还要加上一些 没有想过的功能 它就是后面有个单式的LCD Matrix 的LCD 可以看到它现在的模式 很多数据 甚至乎 它有景深尺 很厉害 它的景深尺 去到图像显示 比如 对焦 你对了这些东西 前景深是多少 后景深是多少 有数字 好像现在我用富士 当然是 因为现在已经是数码年代 是 很厉害 你不需要看一支镜 那个 标识 因为现在 不是那支镜有标识 没有过年代 因为手动镜 就有这个标识 还要自己去学会 怎样看 是 但真的很前卫 是 但其实你这么前卫 你用来做什么 你认什么 纯粹喜欢 纯粹喜欢 纯粹喜欢科技 没有的 你和一些纯粹用摄影来做兴趣的朋友说 你买部相机是做什么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问一下 我不是挑战你 就是我的问题 那时候你会拍什么题材 我都是主要拍摄模特 已经是 那个年代 有没有拿来做东西 其实有 后来做东西 做到什么 因为我早期拍摄分摄 还是菲林年代的时候 我已经有做的 就是拿这部相机去 是的 可以的 闪光灯有准 然后相机有兴效 因为Dias 7是很严格兴效 但它的功能是接近顶级机 甚至乎Milota 最后出的 也不是最后出的 它比Dias 7出的 有部叫Dias 9 是真是顶级机 但是功能上 它未必能备上Dias 7 那时候 Dias 7的新功能 甚至乎比Dias 9 更强 其实你真的很看功能 很追求性能 功能 其实也算是 刚好我经历过 时代 那些机器开始 讲扣功能 其实我自己 喜欢Pentas 是喜欢它的整个感觉 无论机身设计 给你的手感 还有 镜头的质感 因为它 我这样说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 但是我得到 和我自己的体验 就是它是一个日系的 日本制造的 德国镜头 我很不喜欢看这些 尤其是我进了这一行 我更加清楚 很多时候这些 所谓的买点 全部都是大家 市场市场商量出来 是的 我都不介意自己做市场市场 但是那种手感 整个给我的feel 对的 尤其是操作一些相机 手感 拿上手的感觉 也是很重要的 我喜欢MENOTA 也是因为它的机器 当时比较轻巧 比其他品牌 是的 我都觉得Pentex 也是很轻巧 比其他品牌 老实说 旗舰机来说 那部真的算轻 是的 差点忘记了 现在你还有哪部 是你家传之宝未卖的MENOTA 就是去Danax 7 Danax 7 是的 我一直保留 正在那一部保留到现在 因为它后来卖本的时候 我特意翻厂 整个外壳换了它 外壳是很便宜的 我换了千多元 但是整个外壳换了 但是内壳也是我当时最初那部 是的 我一直保留到现在 即是你还有保留一些MENOTA镜 可以 一时兴起 你还可以拿回来 是的 还有最初那部X7 8 我都保留到现在 是我的第一部相机 是的 这次就说了我们两个的故事 不知道各位观众 大家有没有什么 家传之宝的相机 就像我们这样 就算天变地变 你也不会变成它 又或者 如果你有这两个品牌 都可以分享一下 是的 在下面留言和我们聊聊天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